影片開始前你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嗎 趕快訂閱我的頻道 這樣你才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資訊喔 OK 影片開始 Let's go 就是因為在我看來就是我可以先把我的觀點拋出來 就是在我看來目前的中美之間的實力對比已經發生了逆轉 換句話說就是解放軍無論是在現有裝備還是說在軍工生產能力上都已經超越了美軍了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美軍來不來源已經意義不大了 就算你來源又如此 就是這麼一個概念 那麼我相信我這個觀點很多人都無法接受 不只是咱們大陸以外的聽眾接受不了 可能我們大陸內部的很多人都接受不了 嗯 那麼我能得出這個結論我一定是做過一些分析和研究的 那麼藉著那個我那天的那個PPT呢 我們我們是不是可以講一下把這個事情聊一下 好我來打開 是1月31號那個是不是啊 嗯嗯對對對 咳嗽 嗯還在咳嗽 嗯 OK OK 1月31號這個這個是不是啊 先從戰鬥機對不對這個 對這個這個對比呢 我是這樣子 主要分析的是海空兵力了 就是陸軍我覺得沒有什麼好分析的 對吧因為解放軍的這個陸軍的實力 這是這是全世界公認的 大家都知道很強 對吧那也就沒有什麼好分析的 嗯我們只能看一下海空兵力是吧這是美軍在這個引以為傲的 他稱霸世界也就是靠他的海空軍嘛 嗯那麼我們先說一下這個空軍這一塊 空軍這一塊最重要的當然是他的一線的作戰的這樣一些 戰鬥機和攻擊機了嗯 嗯這是他主要的用來用來用來爭奪自空權 是吧用來這個掩護自己的陸軍部隊是吧 往往前往前攻擊的這樣一個阻力 嗯那麼在這上面 嗯我要說一下就是這個美軍的這個戰鬥機的數量 他的他的這個數據來源是來源於美國官方的 嗯就是他自己官方的統計 這個數據不是不是屬於不是屬於那個民間 也不是屬於這個這個某某這個智庫統計出來的 更不是大陸這邊統計出來的數據 這是美國官方他自己公佈的數據 嗯在這種情況下美軍的你看他的戰鬥機是吧 他有他有這麼多架戰鬥機有1000多架 15111511架 嗯但是實際上通過這個對這個機型 你看他那個綠色的箭頭旁邊不是有有不同飛機的這個照片嗎 他也有不同的機型對吧 對吧 他的這個機型我們通過這個機型來分析可以看得出來 他最主要的最數量最多的是F16 嗯 這兩個機型呢實際上都屬於三代機 嗯 就是戰鬥機這個從二戰結束以後按照畫帶來看的話 他屬於第三代戰鬥機 嗯 第三代戰鬥機那麼就是目前的台軍的主力 F16也是也是屬於第三代 當然你這個升級了那是三代半 嗯 這個美軍的也是同樣的 他基本上都是三代或者三代半 嗯 但是三代半的數量相對來說是比較少 嗯 因為這個他的三代機就是F15F16 因為他不斷的在參與到全世界的各個地方的這種干預啊 是吧演習啊 包括這個作戰呢 嗯 他根本他的機隊就沒有太多的機會進行這種升級 這是一方面 嗯 另一方面美軍他的傳統的做法是 我並不進行大規模的升級 而是把錢用來買新的戰鬥機 嗯 這是他的做法是吧 所以說呢就導致了他現在雖然他的戰鬥機的數量 雖然比較大是吧 但是呢他的老舊的機型比較多 嗯 他真是他的新的是吧 包括這個F22 包括這個F35 他的這些數量呢相對來說是比較少 嗯 也就是也就是300架吧 是吧300多架是吧 因為F35雖然他的產量很大 但是呢F35這個戰鬥機呢 他是屬於美國的空軍 美國海軍 美國海軍陸戰隊 嗯 以及全世界其他國家 是吧就是其他的北約 包括他的北約盟國呀 在太平洋地區的包括日本、韓國、澳大利亞 是吧 透過新的這樣一些國家都買了F35 那麼他的這個產能呢就要平攤給全世界的這些所有他的這個盟友 嗯 加上他的海軍、空軍陸戰隊戰役分 實際上他空軍手上擁有的F35的數量並不多 嗯 就是這樣一個狀態 嗯 那麼我們再來看一下解放軍 解放軍大家都知道這在上個世紀的90年代一度 解放軍的裝備的這個質量還不如台軍 嗯 台軍有IDF有幻象2000 還有這個 對吧 但是解放軍當時的主力裝備仍然是殲6殲7 我先讀一下 你這個資料上面解放軍的戰鬥機的總數量是1499 這個你你先不慌讀 我就直接我來說 我說的過程中我會講到這個 好吧 然後呢 當時的裝備的那個確實是只有數量的優勢 因為解放軍的當時戰鬥機的數量確實是比較多 是吧 但是呢 質量是遠遠不如對岸 就是你不如臺灣 是吧 這代差 面對了代差 即便是IDF這樣的戰鬥機 它也是也可以屬於是第三代戰鬥機了 是 但是軍手上的第三代戰鬥機僅僅只有幾十架 數27 是吧 到了2000年以後 一直到2010年這個階段 基本上呢 解放軍雖然開始陸續的更新了自己的戰鬥機 是吧 就是淘汰了全部的殲-6 開始裝備了殲-10戰鬥機 這也達到了第三代 但是呢 數量呢 仍然 比較有限 基本上也就是數百架 嗯 那當時 兩岸之間的這個戰鬥機都還 軍力都還不平衡 就不要跟美軍來對比 是吧 但是 2011年 那邊它生產的殲-11系列戰鬥機 基本上一年就有50多架 是吧 然後 顯然是沒有辦法去跟對手去匹敵的 嗯 那麼這 快就被淘汰掉了 嗯 然後呢 一直到了2020年這個這樣一個階段呢 基本上對於解放軍來說就完成了一個代機的轉換 就是基本上裝備從二代機轉換到了三代機和三代半 嗯 從這個時間上來看呢 解放軍的這個空軍的戰鬥機 轉換的時間要比美軍要晚了20年 嗯 嗯 就是晚了20年以上的時間 但是這個20年又帶來了一個好處 就是什麼的所謂的後發優勢 嗯 因為晚了20年換的飛機 那麼我第一個我的飛機會比較新 嗯 大多數都已經飛了很多年了 是吧 至少飛了20年了 是吧 雖然你在20年也在換 但是你換的數量少啊 對不對 你的裝備量你換的少啊 我這邊我這邊換的 我就全是全新的 是吧 而且是大規模的整體的 就是換血色的這樣換 嗯 這是 另一方面呢 我在換的過程中呢 我直接就進級到了三代半 你比方說 殲10戰鬥機到了後期就很快的 就開始大量的裝備 殲10C 就是賣給巴基斯坦的這一款 是吧 然後呢 對於這個瀋陽這邊的生產的殲11呢 又過渡到殲16 是吧 這都是戰機了 嗯 那麼 這兩款飛機呢 這跟美軍的對應的關係呢 正好就是F-15E F-16 這F-16的級別 是吧 那麼對應關係下來一看 解放軍的殲11的數量 這個地方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啊 這個500多架 是吧 這還是2022年的數字 就有500 是吧 殲11加上殲16的數量 加在一起也有500多架 400多架 就接近500架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 相當於解放軍 三代半戰機就有1000架 嗯 而對美軍來說 他的三代戰機 1200架 嗯 他還 早些的時候買的這個蘇27 包括蘇30和蘇35戰機 這些戰機仍然在服役啊 嗯 所以這個戰機加起來又有100多架 嗯 這樣子兩邊的就不談隱身機 來對比看 兩邊基本上就是持平的 嗯 然後這是在這種情況下 然後我們再來談隱身機 隱身機就是解放軍裝備的主要是殲20啊 嗯 殲20的這個連產量 我上次節目我也說過 殲20的連產量 現在已經突破了 就是三位數 就是一年的產量 是可以超過100架 嗯 那麼在 情況下 解放軍今年 呃 有統計 我們這邊有 已經有朋友做出了很統計 是吧 我也可以很明確的在你的節目裡面告訴大家 就是殲20目前在解放軍裡的數量 已經超過了300架 嗯 這個數字實際上已經也是同樣的 跟美軍持平 是吧 如果你如果站在亞太的這個區域來考慮 就東北亞加上東南亞這個角度來考慮的話 那美軍 韓軍加上韓軍加上這個日軍 是吧 自衛隊 是吧 日軍 日本自衛隊 加上這個 是吧 包括他在其他的一些盟友的隱身戰機加到一塊 那也遠遠沒有殲20的數量多 嗯 因為他分開了嘛 是吧 他要全球部署 他要同時應對多個 多個環境 多個戰場 是吧 那你在這 你在亞太這個戰場 雖然是你的主要的目標 但是你也不可能把你所有的力量都壓在這 嗯 對 那麼殲20的數量我就超過你了 嗯 而且從殲20的部署上也可以看得出來 你像 當面面對著東海 面對著台灣這個方向的東部戰區 殲20就有四個部隊 這是 裝備殲20部隊最多的一個戰區 四個部隊 東部戰區 四個部隊 裝備了殲20 幾個部隊 這個 這個我也要說一句 憲哥 不好意思 你剛跳掉聲音 你說幾個部隊 幾個部隊 四個部隊 OK 四個 四個部隊 相當於 你看台軍這邊 他有F-16 大家有兩個部隊嘛 一個在嘉義 一個在花蓮嘛 對不對 嗯 解放軍 他在四個地方駐紮的殲20部隊 都在這個東部戰區的轄區裡面 四個基地 駐紮了殲20部隊 嗯 這個部隊已經相當高了 這四個部隊加起來 都有一百多架殲20 嗯 所以說呢 在這種情況下 可以說 就是基本上在空中作戰 或者自空上面來講 從質量上來講 是絕對 情況上是絕對有優勢的 嗯 可以進入到下一頁了 哦 轟炸機是吧 對 再來談轟炸機 轟炸機 按照美軍的說法 通常因為美軍目前裝備的轟炸機 都屬於戰略轟炸機了 嗯 所謂的戰略轟炸機 就是可以投核彈的轟炸機 是吧 它的這個數量呢 它確實是比較恐怖的 它有100多架 這種核轟炸機了 132架 B-52 B-1B 包括B-2 這種轟炸機 這都是可以運載核武器 可以投資的 是 特別是B-2 是吧 這是隱身的 這種 戰略轟炸機 這種威脅還是很大的 嗯 就數量而言 解放軍這邊的數量呢 肯定是比 比美軍的多 是吧 解放軍擁有了各種轟漏 轟漏A 轟漏N 這個其他的 還有未公開的轟漏的一些型號 加在一起 數量是超過200架的 這個 176架是 還是兩年前的數字吧 可能是2022年 OK 這個數字我是抄的 維基解密上的 所以 不太準確了 不太準確 但是呢 也能說明問題 是吧 因為 這個對於這個 轟漏的這個生產廠 在西安 是吧 這個 熟悉我的朋友也知道 我去年有小半年時間 都待在西安 嗯 對 生產廠 這個 我也是遠遠的去 去觀摩了一下 去看了一下 嗯 那個生產的規模 還是相當大的 嗯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轟漏A 轟漏的這個生產量呢 仍然 保持的不錯了 就是在去年 是吧 去年前年都保持的 沒錯 每年的營養能夠生產 生產數十架了 嗯 所以總的 總的數量是超過兩百架的 嗯 那麼這個轟漏A 雖然數量超過了美軍的 但是顯然它的這個 無論在這個 在飛行性能啊 或者是在武器的搭載能力上 那顯然不如美軍的這些 這些戰略轟炸機了 是吧 你看那個 美軍的這個 B-52啊 或者B-1B啊 動不動就可以跨 進行洲際飛行 是吧 從美國一直飛到日本 嗯 然後再飛回去 是吧 或者是從關島 嗯 從澳大利 飛到關島 再從關島 飛到這個日本 是吧 飛到這個台灣邊上 岔個邊 然後到日本 然後再回 再回這個 這個 珍珠港 嗯 你像他這樣的飛法 那對於 對於這個解放軍的轟漏來說 那顯然實現不了 嗯 那現在繞日本 都還不能繞 只能繞台 繞日本飛 都還做不到 嗯 因為B-52還是太小 是吧 這個是弱的地方 但是呢 解放軍有一個 美軍沒有的武器 可以彌補這個弱點 就是解放軍的 中程彈道導彈 嗯 也就是 大家比較熟悉的 東風啊 東風-15 東風-21 東風-25 這樣一系列的導彈 這種中程導彈是 全世界 只有中國才有 嗯 其他的國家 要不就是很落後 是吧 比如伊朗啊 朝鮮啊 是吧 這些裝備的 他裝備的這種 中程彈道導彈 都比較落後 嗯 又用 裝動機啊 包括 包括他沒有辦法 進行機動發射啊 或者是 快速發射 能力就比較差 嗯 是吧 解放軍裝備的這種 這種中程彈道導彈 不光是具備機動發射能力 快速發射能力 還能夠對這種軍艦 是吧 大型的軍艦進行攻擊的這種武器 這全世界也是絕無僅有 是吧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 就彌補了這個 就彌補了這個兩邊的差距 是吧 因為 在台灣這邊你們的媒體也都宣傳過 是吧 動不動就要叫大陸這邊撤飛彈 是吧 是要撤飛彈 嗯 就是中程彈道的條約 然後簽了這個條約以後呢 兩邊呢 就都放棄了發展這種 中程彈道導彈 嗯 他們把這個導彈全部銷毀了 他們自己手上 原來有的這種中程導彈 全部銷毀了 嗯 銷毀了以後呢 然後同時呢 因為這個條約的約束呢 就兩邊都不允許發展這種 中程彈道導彈 嗯 這個條約的時候 當時的中國的國力呢 相對來說是比較弱的吧 嗯 那個時候就有中程彈道導彈了 嗯 但是那數量 而且也是那種固定的 固定的發射架發射 是吧 發射之前還得 還得 還得那個加注燃料 什麼的 準備時間長達幾十個小時 嗯 那 那沒有危險 嗯 所以說在當時美蘇呢 也就沒有太把中國的這個 中程彈道導彈當回事 所以他們要他們之間達成協議簽 那也就簽了 嗯 是吧 誰知道這種簽了 就相當於讓中國這邊就鑽了一個空子 嗯 就簽了你們不發展 但是我還在繼續發展 嗯 這經過了幾十年以後 那解放軍的這個中程彈道導彈 這一塊就變成了獨不天下的一種獨門武器了 嗯 獨門 但是美蘇都不具備的能力 嗯 然後 然後 慢慢的發展 現在已經到了這個所謂的高超音速導彈 這個階段了 嗯 俄國人後來搞的那個高超音速的那個導彈在那個國務戰場上用過好多次了嘛 對不對 這個但是這個這還只是其中一種 但是對於解放軍來說高超音速這種導彈有很多種而且用法也有很多 這是美軍不具備的 嗯 那麼由於有這樣一些導彈的存在 那麼就是相當於就是抵消了美軍在轟炸機上面的優勢 嗯 同時呢還有一點呢就是要說的就是對於解放軍來說 因為我們沒有這種所謂的全球部署的需求 對吧 嗯 這是 就是說呢 我們在對於這種戰略轟炸機的目前至少在現階段 需求的並不是特別的強 就是我不需要像美軍那樣子 是吧 動不動就拿轟炸機飛到別的國家去 然後嚇唬人家 嗯 進行 我們不不需要做這種事情 那麼我們的轟炸機主要也就是應對周邊 對周邊進行這種威懾就行了 對 你不是要跟美國人跑嗎 是吧 你不是要周邊有事嗎 對 那有事 那這個事從哪裡來 是吧 那就從我的這個轟炸機這裡來 是 是 嗯 但是我飛到你跟前讓你看一下 這還是做得到 是 經常會有這樣一些行動嗎 是吧 出宮古海峽 出對馬海峽 是吧 中文聯合的這種巡航 這些動作實際上很清楚 是吧 所以說呢相對而言呢 目前來看我們的轟炸機雖然相對來說比較落後 但是是夠用的 嗯 在現階段我們也沒有這個也沒有那麼特別強烈的需求 是 在未來這個今年兩會也這個空軍的這個 我們空軍的將領也已經接受了採訪 這個這個 國內國外的媒體已經大量的報導了 是吧 都已經說了 我們的這個下一代的轟炸機也已經在研製中 並且呢 還比較順利 是吧 會在適當的時候公開 嗯 這個這個事情呢 我覺得也沒有什麼 也沒有什麼好保密的 嗯 這個項目實際上已經進行了很多年 嗯 是吧 這個總是要露面的 是吧 至於說它究竟它有多大的能量 是吧 或者要來幹什麼 那這個也是為未來做準備的 那不是用 是吧 所以說我們現在先不考慮這個問題 嗯 運輸機 運輸機 好 運輸機呢 表面上看起來呢 就是對於這個 對於戰爭而言 好像 運輸機不是用來打仗的 是吧 好像它沒有什麼太大的 太大的 特別重要的作用 它好像僅僅就是用來用戶啊 運人啊什麼 但是這個說法是不正確的 就如同我剛才在你 在你這裡是吧 剛才跟你聊天的時候 我也說了 設想了一種作戰模式 嗯 搶佔護衛機場 然後用運20 投送這個部隊 直接投送到這個台灣島上來 嗯 不經過海上 直接投送 通過機場來 他進行這種投送 是吧 投送到你的後方 直接斷你的後路 是吧 這種方法 那就是需要大量的運輸機了 對 也同樣的 對於解放軍來說 早先的時候 在運20 還沒有裝備部隊的時候 我們的這種 基本上大型運輸機很少了 只有幾十架 是吧 這個1276 這是從俄羅斯買回來的 1276的運輸機 其他的都是比較小的 運7運8 包括運8 改進來的運氣 這都是比較小的運輸機了 嗯 那麼美軍這塊呢 它的運輸機的數量 就特別多了 是吧 因為他要考慮到 他要全球部署 嗯 對吧 在全世界掉來掉去 它的主力呢 就是C47了 嗯 再加上這個 區域的裡面調動的 像在歐洲 是吧 歐洲往非洲調動 或者往中東調動 他這個時候 可能就需要用這種 比較中型的運輸機 C130了 這個台灣也有 也有實價 這個C130運輸機 它這個數量相對來說 就沒有那麼多了 是吧 那那個 還有那個 比較巨型的 就是那個400噸級的 那個C5 C5運輸機 那就比C47還要大 是吧 它的那個 它的那個體積呢 就是超 接近了這個 波音747的 這樣一個級別的 一個飛機了 嗯 而且 空間會更大 嗯 這主要執行的是 戰略運輸任務了 當然這個飛機 也比較老舊了 已經用了幾十年了 嗯 其他的也都是 一些小小飛機了 要不就是給那個 政府的這種 官員做的飛機 要不就是這個 訓練用的飛機了 嗯 這個 解放軍這邊也是一樣 它有很多的 所謂的 小的運5啊 運12啊 包括這些小的 我們就都不說了 是 總的來看 美軍的這個 因為它有全球部署的需求 所以它的運輸機的數量特別多 嗯 那麼對於解放軍來說呢 運輸機的數量 雖然比較少 但是呢 有一點要說的就是 運20是目前全世界唯一一個 還在大規模生產 注意啊 這個有個定義的 就是大規模生產 就是每年的產量 不低於30架 嗯 大規模生產的 戰略運輸機 就是200噸級的戰略運輸機 全世界唯一啊 全世界唯一的 還在批量生產呢 就是少量生產 一年可能生產個10架 5架這樣子的 還有兩種 一種是俄羅斯的1276 嗯 一種是那個 歐洲的空客的A400M 它這條生產線保留著 雖然它現在已經 基本上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訂單了 需求量很小 沒有什麼訂單了 但是呢 它生產線還是保留著 每年呢 還是很小很小批量 就實價不到 這種產量 還在慢慢生產 所以說美軍這邊 它的運輸機 基本上就已經 沒有再換新了 這也就意味著 再過可能 過不了多少年 是吧 解放軍的運20的數量 就要超過 這個美軍的C47了 嗯 同時呢 解放軍的運9 包括運8 這種中程運輸機的數量 雖然比C130要少很多 但是呢 因為這個運9、運8 主要是在解放軍的體系裡面 主要是用來改裝成這種 特種作戰的飛機 嗯 就是預警機啊 包括電子戰飛機啊 包括電子戰車機啊 等等 這樣一些飛機來用了 所以說呢 相對來說 純運輸的這種飛機 比較少 嗯 但總的來看 在這一方面 即便是在亞太地區來比 由於運20的存在 已經把這個 兩邊的這個運輸機的 這樣一個對比 也已經逆轉過來了 嗯 相當於 在這個 亞太地區的 運輸機 戰略運輸 戰略投訴的能力 已經基本上跟美軍吃平了 嗯 亞太地區 嗯 對 亞太地區 OK 空投加油機 同樣也是一種 也是一種比較重要的 這個 輔助作戰的一個 飛機了 我記得 我在你的這個 跟 有一個 約克你可能快一點 你講義有點多 好 來 在在往 在往 在往往 跟你講那個 就是佩洛西訪台的那次的時候 我曾經說過 就是 他們那個 組織了10架這個運輸機 空中加油機 對 來支持他的戰鬥機編隊 為那個佩洛西的專機護航 對不對 他們當時的解放軍隊的能力 實際上即便是在兩年以前 仍然是有限的 但是 進入到2023年以後 解放軍隊的空中加油機的數量 就一下子就上來了 就多了很多 具體的數量是多少 我們不知道 但是數量一下多了很多 這個理由呢 就是因為 在各個地方的這個 都 就是大陸的民眾都發現了 在那個 有大量的這種運輸機在 就是空中加油機在和戰鬥機 進行這種空中加油的演練 所以說呢 如果你數量上不來的話 你顯然沒有辦法進行這種大規模的演練 對吧 所以說呢 在這塊呢 現在數量也已經上來了 當然還沒有達到美軍的這種程度了 因為美軍呢 它的空中加油機主要是部署在本土了 哪裡有需要 它就在哪裡掉 它是這麼玩 但是呢 畢竟隔得遠嘛 隔了一個太平洋啊 對於我們來說 這種反應的速度肯定要超過它 同時呢 因為我們離這邊離得近嘛 不管是離日本 離韓國 還是離台灣 是吧 又或者離東南亞的國家 我們離得近 我們需要進行空中加油的這個 這個保障的這個次數也少啊 嗯 它就不一樣了 它如果從關島 或者是這個 其他的地方 它就得多好多次嘛 沒錯沒錯 所以它無心中 需求量就更大了 嗯 所以說總的來看呢 這方面雖然 也同樣也是一種 此消彼長的一個狀態 好 再進入到下一頁 特種資源飛機 對 特種資源飛機呢 主要也就是指的預警機啊 包括電子戰飛機啊 等等等等 這個問題呢 我也曾經在你的節目裡面 也已經聊過 是吧 解放軍由於裝備這些預警機 裝備的數量 裝備的時間比較晚 那麼解放軍的這個 在這方面的能力呢 因為這個電子技術 它畢竟要遵守摩爾定律 18個月就要 其實電路要翻一倍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呢 解放軍裝備的這些電子戰飛機呢 都比較新 嗯 然後呢能力也比較強 但是你像美軍的 你像它裝備的那些E-3呢 包括你們用的那個E-2啊 這些飛機呢 都是比較老舊的 用了很多年的 真的 那麼相對來說呢 它的那個系統啊 包括這個 用的也比較老了 所以相對來說呢 它能力上面 就比較欠缺 這種數量的優勢呢 抵消不了 這種質量上的差距了 這個美軍它自己也很清楚 在這方面它是比較弱的 嗯 所以相對來說呢 它也是急於在 對它的預警機進行更新換代了 美軍現在正在進行它的這個預警機的更新了 是吧 包括它這個大量的這個KC-135啊 不是這個E-3這樣的預警機 都要慢慢的它開始淘汰 嗯 這個也就不細說了吧 這個我們加快進度 好 好吧 然後 數量比完了以後呢 我們這 我們把這個 現有的這個數量比完了 再來看一下這個 Surprise 現在是工商時間 我要跟各位朋友推薦 我的YouTube頻道 現在已經開了一個新的會員等級 叫做白金會員 那白金會員有什麼福利呢 加入白金會員 可以不定期的看到我推出的私房影片 以及可以加入我的Discord群組 成為高級成員喔 那至於私房影片是什麼 高級成員有什麼福利 欸 你加入就知道了 還不加入 還不加入 趕快加入 還有一多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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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都可以 好看 感谢观看